锦涩乌端五十弦 一弦一注丝华年 装生小梦迷糊蝶望地春心 脱渡涓 几句蚕诗 演出一段聊斋志意 叫做锦涩 这段还有个小名 叫地府娘娘 那位说了 这阴曹地府里头黑灯瞎火的 住房条件那也忒差了 高档的小区一个都没有 怎么还能住着一位娘娘呢 您呢挺奇怪 等听完了咱们这段故事 那您呢就更奇怪了 这里边奥妙无穷 说的是山东移水县 有一位老原位 姓蓝就是赤城黄绿青蓝子 那个蓝 着打击上大火是满嘴起撩炮 这有钱人怎么还闹心呢 哎 这就叫大有大的男处 这位蓝老原位 一共是仨孩子 两男一女 俩男孩都挺好 这女孩麻烦了 从小是娇生惯养 顶在头上怕歪了 含在嘴里怕化了 要星星不敢给月亮 结果这丫头长大了之后 气死小辣椒 不让毒头算 有一点不顺心的地方 哎 就得撒大泼 挺好一闺女 给养糟进了 但是说小辣椒 16岁那年 该出门子了 这回麻烦了 嫁不出去 没人敢要他 谁要一打算 娶这个蓝氏女 就有人呢 给他合计了 哎 我哥哥 哎 兄弟 你要娶谁呀 哎 就娶那个蓝氏啊 问 问你要倒霉 你知道吗 你是要娶个媳妇啊 你是要娶个妈呀 哎 那蓝氏女 那是个小辣椒 过了门 你不是他男人 哎 你就成他孙子了 不 这什么辈这是 这位一听啊 哦 是这么回事啊 哎 那得了吧 赶紧退亲 这事就黄了 所以说蓝氏女 一直到了18岁 还是没找着婆家 各位 在那年头啊 这可就是大龄女青年了 蓝元外可着了急了 后来全家人开会 集思广义 哎 想出个歪歪主意来 要把这个小辣椒 嫁到一个小门小户 这小伙子穷点 那没关系 只要是知书达理 哎 就行 多给嫁妆 多送钱 给若干的房地产 给若干的金银珠宝 婆子老妈家奴 院工也都给他配齐了 女方强势 男方弱势 拿钱就把他镇住了 哎 以后过日子 什么事都好说 当时就拍板了 按照家庭会议的指示精神 哎 撒出人去 就找这个成龙家序 整个以水线这么一摸底 还真就找着一个合适 是一个穷书生 姓王 叫什么名字呢 聊斋原文上也没给他起名 咱们呢 也不能胡编乱造的 给他瞎编一个 所以咱们就管他叫王生 这王生家里头 那真穷啊 哎 家徒四壁 干净利索 父母双亡 上吴三兄是下吴四弟 就是光杆老哥一个 读书科考 也不怎么样 别说秀才举人了 到了一十九岁 就连同生都没考上 拿现在话来说 幼儿园大班都没毕业 王生啊 还有一个特点 自尊心特别的强 别看人穷 志可不短 冻死鹰风战 饿死打宝阁 死要面子 活受罪 因此呢 就显着这个人 有点轴 所以大伙都给他送了个外号 就叫王轴子 这蓝老原外 选来选去 就选中这王轴子了 找他本人一提这亲事啊 王轴子把脑袋晃荡的 跟波浪鼓一样 不行不行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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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嘛 一万六千次的否定 干嘛不愿意呀 原因很简单 就因为他轴 可是架不住瞧嘴 媒婆这游说呀 一说两说加三说呀 也不知道多少说了 最后还给说成了 吹吹打打花轿迎门 王轴子就取了小辣椒 这回可行了 倒然而复 房子也翻盖了 家具也更新了 使奴换备 一呼百诺 就这下 王轴子更感觉不对劲了 心说我呀 我得加紧读书 科考功名 要不然我总感觉自己像吃软饭的 这心里头压力是推大呀 他这个男士女呢 过门之后还真就不错 他也知道自己身上有毛病 小辣椒 独头蒜 在娘家使性子 使惯了 现在出嫁了 这玩意儿得收敛 谁家也不缺妈 毕竟呢 这是三纲五常的社会 哎 一开始还挺客气 可是好景不长啊 有那么句话 叫做人生若比出乡时 到底终无怨恨心 人和人之间就是这样 刚见面 刚打交道的时候 互相之间都比较客气 哎 你好 我好 大家好 一团和气 等时间一长了 彼此的缺点都暴露无遗 这矛盾也就出来了 您想想 这两口子 王轴子对小辣椒 门不当 户不对 从小的生活环境都不一样 那有天渊之别 大野驴配个波斯猫 那死活也整不到一块去 所以两口子就闹开了 闹这个矛盾到底怪谁呢 说书人 该做个评判 他们俩呀 应该各打五十大板 先说这王轴子 整天呢 得巴得得巴得 跟疯子一样 就是念书 跟媳妇呢 连句热乎话都不会说 到晚上了 这小辣椒就告诉他 郎君呢 你看天色不早了 咱们早点安歇吧 这王轴子呢 就在灯下一坐 给小辣椒来个大吉了 哎 你看这时间多宝贵呀 一寸光阴 一寸金 寸金难买 寸光阴 寸金失落 还好找 光阴一去 无处寻啊 我呀 得抓紧时间 读书啊 小辣椒气坏了 得得得得得得 你呀 就读你的书吧 我自己睡 哎 就得了 自己钻冷被窝 忍这么一宿 第二天晚上 又到睡觉的时候了 王轴子 外甥打灯笼 还是照旧 灯下一坐 大吉了 又给小辣椒 展示出来了 得巴得得巴得 还是念书 小辣椒说了 天天念不累坏了吗 咱们夫妻二人早点安歇聊吧 哎 王生又来劲了 这两口子老旺一块挤 那多闹得慌 整不好就得起废子 这人生在世啊 什么都能犯 可就是不能犯懒 不有那么几句话吗 一年之计在于春 一天之计在于晨 一家之计在于何 一人之计在于秦 我得抓紧时间 还得念书啊 小辣椒刚气坏了 哈哈哈哈 你念书 你念书 我呀 我跟这枕头 我们俩钻一被窝 一天到晚的 就是过这个日子 一天两天行了 时间一长 这小辣椒可扛不住了 那一天呢 这王生王轴子又来这套 不好好睡觉 坐在灯底下给媳妇来个大吉良 小辣椒可就念上秧了 我说王生啊 你每天都给我来个大吉良 让我这儿看悲绝子呢 姓王的 我到你们家干什么来了 我是出嫁 我不是出家 你看看我 天天自己睡 冰凉棒硬 我是新媳妇啊 我是小泥姑 一提这话 王轴子还不乐意了 轴性爆发 什么 你小泥姑啊 那行啊 你小泥姑 你就得守着清规见律 就别跟我这大老爷们掺和了 我呀 猪八戒白手 我还不刺猴 我搬书房里头住着去 说完了 把行李卷这么一搬 走人了 您看这多好 结婚没几天 这就开始分居了 哎呦 这下小辣椒可承受不了了 坐在床榻上 滋滋哇哇 可就哭起来了 他这一哭 惊动了一个人 就是在门前路过的一个老妈子 这老妈子也姓王 是跟着小辣椒出嫁的时候 陪嫁过来的 是老蓝家的人呢 一听小辣椒这哭的挺伤心呢 进去劝劝吧 赶紧来到房屋当中 我说达奶奶呀 你这事走啥呀 那位说了 这王妈关小辣椒怎么叫大奶奶呀 不叫小姐 不叫姑奶奶 哎 这就是他们家立下的规矩 王生跟小辣椒结婚呢 毕竟说不是入赘 不是倒插门 这是嫁到老王家来了 所以呢 给这王生留面子 仍然说他是户主 他是大爷 小辣椒呢 就是大奶奶 这样说他不顺畅不好听吗 能让那王轴子那轴劲稍微小一点吗 他们呢 是这么设计的 达奶奶呀 你哭的那么伤心 这是为啥呀 小辣椒 可看着娘家人了 一行鼻涨 一行鼻涕两行眼泪 就把自己委屈的事 讲述了一遍 那个王轴子 他也不是人呢 自从我嫁过来之后 跟他一起睡觉啊 都没那么三回两回的 他是个冷血动物 这样的日子 我可是没法过了 越哭是越伤心 王妈就说了 达奶奶呀 知个事啊 可就圆你了 两口子过日子 麻烧没有不碰锅烟的 就得沟通啊 明天我出面 我炒上几个好菜 还有达爷最喜欢吃的 炒侠人都给他摆上 然后呢 我请他到侯宅 你们两口子 好好的吃吃 好好的唠唠 不做完了吗 哎 这老太太是要给调解 小辣椒点点头 那就有劳王妈了 把这事就承包给王妈了 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 这王妈就给做上劲了 亲自下厨房啊 秀面高碗 把自己的厨艺都拿出来了 煎炒烹炸 做的是盼香 好酒也都准备上了 摆下了酒宴之后 来在前边的书房 就请这王轴子 我说达爷呀 达奶奶请你去吃饭去呢 王轴子一听 哦 要吃饭 你别看他轴 可是吃饭他不轴 吃饭不积极 那是脑子有问题呀 跟着王妈就来再了后窄 进屋一看 这王轴子 有点饭轴劲 为什么呢 就见小辣椒 在床上坐着呢 像那个 你蓝氏赶紧站起身形 说几句客气话 人怕见面是树怕扒皮 这事不就过去了吗 不见 不理那个茶 还在这拿着个大小姐的劲 王生一瞧 哦 你不理我 那我何必理你呢 我直接就理那炒虾人 不就得了吗 这位也有意思 一言不发呀 往桌子旁边一坐 抄起筷子来端起酒杯 嘶儿搂一口酒 是巴搭一口菜 好好 这炒虾人不错啊 哎呀好 这溜肉段也真是好吃 这家伙 暴饮暴食 不大会的功夫就吃完了 站起来擦擦嘴 是转身就走 又回他的书房 去念书去呢 对那小辣椒啊 连正眼都没看 这就叫吃孙喝孙 不谢孙 小辣椒一瞧这插价 还更哭了 哎呀 王妈啊 你看他了吗 他也不是个人呢 一点人情他都不懂啊 石头缝里头蹦出来的 王妈也有点生气 心说这王轴子你也太轴了 要是这样的话 羞怪我们不客气 跟你来个以毒攻毒就得了 回头啊 他又给小辣椒出主意 打奶奶呀 这个人啊 不给他点颜色看看呢 那是不成啊 您就交给我吧 我给他换个招 王妈换什么招啊 王妈过来 趴到小辣椒的耳朵边上 得巴得得巴得 给出了一回搜主意 小辣椒还点头呢 好好好 各位 要是按照王妈以前那个办法 好好的给调节 正面的化解矛盾 这玩意还行 要是按照他这搜主意 再整下去 这家里头啊 可就更热闹了 您往后听吧 是一浪道笔 一浪凶啊 单说到了第二天 又到吃饭的时候 王妈来到前面书房 大爷呀 大奶奶请你吃饭呢 王轴子照样 腾愣一下 站起身形 走 咱们吃去 好嘛 他倒是挺痛快 来到了后宅这么一瞧 嘿嘿 今天呢 跟昨天是大不相同了 昨天吃饭 聚餐制 今天吃饭 分餐制 小辣椒呢 放了一张桌子 给王轴子单放了一张桌子 再一看桌子 跟桌子上的这菜 可不一样 小辣椒呢 都是好吃的 有交流礼节 有白斩鸡 有爆炒 田螺 还有红烧鲤鱼 最让人 蝉咸欲滴的 就是正中间 有一大盘 炒虾仁 这是王轴子的 最爱 都在小辣椒 那桌子上头 摆着呢 小辣椒还喝酒呢 汁一口酒 巴搭一口菜 吃的非常的惬意 大概其还是想馋馋这王轴子 偶尔的还拿嘴那么一吹 就把炒虾仁 那个香味 就给吹过来了 王轴子 走五官通七窍 一闻这味 哈拉的直流 巴普洛夫学说 这叫条件反射 可这些东西 都是人家小辣椒 那桌子上头的 再看自己这张餐桌 可惨了 一共是四个菜 哪四个菜呢 炒白菜 炒土豆 土豆炒白菜 白菜炒土豆 就是旁边还有一碗汤 真不错 什么汤呢 白菜 土豆汤 这是掉到白菜地里头了 跟土豆要摔跤啊 王轴子明白了 这是要给我点颜色看看 我呀 不管那个 想一想 红米饭囊括汤 吃什么都感觉香又甜 甜饱了肚子不就完了吗 不言喻 往那一坐 照样 甩开腮帮子 颠起大槽牙 吃了个风卷残云 四个菜都没了 炒白菜炒土豆 土豆炒白菜 白菜炒土豆 全都进了肚子里头了 一回手 把大碗端起来 蹲蹲蹲蹲蹲 干他一碗白菜 土豆汤 喝完了 站起身形 也不说话 一转身 蹬蹬蹬蹬 奔前面书房 又去了 接茬念书 哎哟 就这下 小辣椒更坐不住进了 就想发火 王妈过来 劝他 那意思 您呢 稍安勿躁 这一回不行 咱们给他两回 明天 还照这阵势 再给他摆 又转过天 又吃饭 到前边 把王轴子请来了 进屋一看 分餐制 两张桌 小辣椒那头 那菜不断的翻新 而且都是大厨 给做的 火候又好 这滋味又足 尤其是中间 那一大盘炒虾仁 每天炒的还都不一样 香气四溢 可再看自己这桌上 更完了 这回呀 四个菜 没有汤了 这四个菜呀 是四个盘子 在那扣着 王生过去 就掀这盘子 掀开第一盘一看 老醋花生 掀开第二盘一看 花生老醋 掀开第三盘一看 一盘子花生 连老醋都没有 掀开第四个盘子一看 一盘老醋 这说是四个菜 实际上倒在一块 这才撒菜呀 不管 我就是吃 坐那刚要吃 发现今天呢 更出问题了 没有碗 没有筷子 我说 王老婆子 我那碗和筷子呢 王妈答应一声 赶紧出去 给找去了 不大会的功夫 碗也拿来了 筷子也取来了 王轴子一瞧 嘿嘿 这阵势更严重了 这碗呢 也不是人用的碗呢 脏了吧唧的 大概是猫十碗 这筷子 不是木头的 也不是竹子的 是王妈到外头 找了一个 非常烂旧的草帘子 掘了两个草杆 拿来 就给这王轴子用 王轴子 抄起这草杆来 可就有点怒火 攻心 小辣椒 虐待王轴子 就听这王妈 给出的馊主意 天天呢 给他摆阵势 尤其吃饭的时候 这待遇太坑爹了 伙食不怎么样 这还不提 这餐具也差点 聊这原文上给写 折惠草为主 就是折两根脏了吧唧的草棍 给他当筷子 这碗呢 是猫十碗 这就是侮辱王轴子的人格 王轴子 有心发作 可是一想 犯不着 我呀 胸怀宽广一点 按气按憋 吃饱了 又回前边 读书去了 等转过天来 还得吃饭呢 到这一瞧 呦 自己这伙食 更退步了 连菜都没有了 竟剩下主食了 主食啊 主食我也吃 王轴子还挺有创意 大饼卷馒头 就着米饭 大饼卷米饭 就着馒头 馒头就米饭 卷着大饼 你别看这伙食挺单调 他吃的可挺热闹 相当的复杂 这也是人才呀 等吃饱了喝足了 呱呱一拍肚子 转身到前宅去 一句话都没有 小辣椒都气懵了 心说行 你就这样啊 望后 我天天我虐待你 王轴子回到书房呢 心里头也不是滋味 一琢磨 我男子汉大丈夫 现在都成男子汉 大豆腐了 人软祸囊 我什么时候才有出头之日呢 我呀就有一个指望 那就是发愤图强 我好好的念书 将来科考功名 然后呢 我也官一下子 鸟枪换大炮 回过头来 我也侮辱一下 你小辣椒 我效仿一位古人 那是大汉朝 有一个朱麦臣呢 朱麦臣他媳妇 崔氏女 两口子 这感情就挺差 崔氏女 瞧不起自己老爷们 非得要打离婚 朱麦臣万般出在无极所耐 这才写下了修书 等离婚之后 朱麦臣发迹了 当了大官了 骑着高头大马 在大街上溜达 碰上崔氏女了 那会儿的崔氏女混残了 要了饭了 跪在地上给朱麦臣磕头 希望能够破镜重圆 朱麦臣给他玩了个绝的 吩咐人提过一桶水来 哗啦一声就泼在了地上 就告诉这崔氏 你不是有能耐吗 你就把这一桶水给我收起来 如果还能收够一桶 咱们俩就复婚 崔氏过去 连泥带水望起捧啊 连半桶都没收上来 这就叫复水难收 这个典故呢 叫马前泼水 我就得向朱麦臣学习 向朱麦臣致敬 您看他这心理状态也不健康 这挂着道劲呢 念书吧 整天抱着课本 嘚巴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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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书死 他是死读书 读来读去 读出问题来了 怎么呢 到了赶考之期了 现在他呀 一点功名都没有 就连最低档次的童生都没考上 考童生 这回得到县城里头去 不是白去的 得花钱呢 路费也好 电饭账也好 报名费也罢 没有银子 根本就玩不转 王轴子一摸自己这兜 哎呀 您别看这人挺脏 这兜里头可够干净的 一个老钱少不少 连一个老钱都没有 这怎么整呢 就得呀 求求借借 找谁借钱去 找那小辣椒 还拉倒吧 就他那辣劲 撕溜一下 要爆发出来 就得把我拉出一溜根头去 钱借不着 还得侮辱我一顿 那犯不上 条条大路通京城 我呀 想旁的折 哎 我也有几个相好的朋友 干脆找同学去吧 想起一个同学来 这同学呢 姓赵 叫赵大发 您就听这名 就知道他们家挺有钱的 找着赵大发 把自己这事一嘚巴 忠心思想就是要借钱 可这赵大发呀 为富不仁 家里头有的是钱 可就是啊 不愿意借 当然了 借钱这个事 有股至今 这都是一个难题 莎士比亚不是说过吗 说不要借钱 也不要把钱借给别人 借钱的结果 往往是人财良空 其实啊 不用沙士比亚说 咱们中国的老百姓早就给他总结好了 总结这个借钱的过程一共是那么四句话 说一进门来 弥勒佛落座寒信 问萧何 问萧何 借钱如同三劫义还债旧相 请诸葛 什么意思呢 就说借钱的时候 那都是田哥哥 密姐姐 进屋里之后 满脸带笑 哎 一进门来 弥勒佛吗 都是乐呵呵的 坐到那 更客气了 落座寒信 问萧何 一对一卷的 得交谈 而且谈出那话来 还比较有智慧 借钱如同三劫义 借钱的时候 就像刘关张 桃源劫义一样 哎呀 说的呀 都是信誓旦旦的 哎 你放心吧 到时候 我准还你 还差不了 咱们得讲诚信 到最后怎么样呢 还债就像请诸葛 等真正要还钱的时候 就像沃隆刚去请诸葛亮 请一回不出来 请两回不出来 那就费了牛尽了 这就是借钱的全过程 所以这王轴子找赵的发 这一借钱 哎 就碰上这个事了 你说这赵的发也是 他不光不借钱 而且那废话还特别多 往那一坐 就跟那说书的一样 哎 就白货开了 说你王轴子 真有意思 你借什么钱呢 你敢什么考啊 你考了这么多年 现在一十九岁都快二十了 连童生都没考上 说明什么呢 你就不是这里头的虫子 再费心机也是枉然 命里有时终须有 命里无时 你莫强求 老碰这个钉子干什么呀 话又说回来了 你们家里头 现在陡然而复 可有的是钱 你还用得着去科考 去受那个罪去吗 你就回到家里头 好好的伺候你媳妇 那小辣椒 把这个夫妻关系呀 给他整慈室了 整腻乎了 哎 你就吃香的喝辣的 连吃炒虾仁都不用花钱 上哪找这美事去呀 你真是啊 捧着今晚要饭 住在宝地里头 你喊穷啊 哎 别借钱了 哎 家走吧 哎 家走吧 往外轰他 这就是碰了钉子了 哎呀 王轴子脑筋蹦起多高了 可是跟人家 再说一千到一万 也没用了 走吧 这地方不行啊 我再换一家 又找那老王家 又找那老钱家 又找那老马家 结果找了一大圈 一文钱都没借出来 哎哟 仰看就到了科考之期了 这兜里头没钱 可怎么整啊 王轴子坐在书房里头 巴搭巴搭的直掉眼泪 一想实在是没辙了 还得求我那媳妇 求小辣椒去吧 丑媳妇难免见公婆呀 把帽子正一正 把衣服抖一抖 哎 奔后宅又来了 小辣椒呢 坐在床榻上头 正绣花呢 心里头特别的别扭 就恨这个王轴子呢 正在这么个功夫 连笼一挑 王轴子有打外头进来了 小辣椒抬头一看 呦 明白了 想吃炒虾仁的 哼 这一场冷战呢 还是以我蓝氏的胜利而告终啊 他心里头美不滋的 但是表面上喜怒 不形于色 往那一坐 就跟没看着的王生是一样 揭茶绣花 王生就不同了 人在矮颜下 不得不低头 求人家来了 能不说点小话吗 红着个脸 粗着个脖子 两只手都没地方放 呃 呃 仙妻呀 您听这词 叫仙妻了 这整个就是一战败国 小辣椒一听这俩字 心里头更美了 这是向我投降了 这才把脸扬起来 眉毛一挑 就问这王轴子 夫君啊 你口称贤妻 莫非说你回心转意了 不成 要想跟我说说提西话啊 王生啊 嘟弄了半天 呃 仙妻 我想跟你说提西话 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 我来求你来了 呀 夫君呢 咱们是夫妻二人 怎么还提这个求字呢 不 我真是要求你呀 你知道我 就喜欢念书 目的呢 就是科考功名 现在考试的期限已经进了 我得到县城里头 我考童生去 一提这考试读书 小辣椒 眼皮又搭了下来了 说了半天 你还是不理我 还是想读你的课本啊 读课本呢 也得读啊 这男子汉大丈夫得要刚要治啊 行啊 那考试你就考去吧 我考去是考去 我有点难处 说白了吧 就是没钱呢 我想找你 多少的 拿俩钱 小辣椒真听明白了 闹了半天 叫贤妻服软 是借钱来了 不是要跟我谈感情啊 小辣椒把眼睛一瞪 王轴子 说一千到一万 你还是一个冷血洞不 你不是借钱吗 我给你一个明确的回答 一文钱 我都没有 俩山螺一块 你给我请出 就往外轰他 王轴子一看 怎么我借钱到哪都是这待遇啊 他们都商量好了是怎么着 先妻啊 咱们两个夫妻一场 你不能那么绝情 小辣椒一阵的冷笑 王轴子 你还提着夫妻一场呢 你要是知道夫妻一场 你为什么要跟我冷战 你要知道夫妻一场 你为什么要下榻在书房 现在求着我用着我了 现在求着我用着我了 到这又跟我谈什么夫妻一场啊 我呀 早就忘了 你给我出去吧 王轴一看 这个门关的灯灯的 连一点门缝都没有 那还说什么呀 善不搭的灰头土脸一转身 他走了 他刚一撤 王妈就过来了 要打奶奶呀 刚才打爷来了 他要走啥呀 他呀 想考试去 想借钱 我呀 蹦子都没借 王妈岁数大 那是老金刚到 在小辣椒面前 他就好比是诸葛亮 就好比是刘伯温 那是军事啊 打奶奶呀 知个事啊 你做的错了 怎么着 我还错了 这个打爷呀 要考试去 你应当接签呢 那却是为什么呢 您琢磨琢磨 如果说他考试去了 是你借的签 他考中了回来 得感谢你呀 如果你不接签 他去考试去了 得中回来 他就得恨你了 夫妻的感情啊 就没法缝喝了 依你说 我还得借他 改接呀 那好吧 你到前边 把他给我叫来 王妈还挺听喝 登登登 跑到前头 打爷呀 打奶奶 请你呢 王肘子望着一坐 犯肘劲 也不搭理他 打爷呀 打奶奶 叫你到侯方啊 王肘子 还是不说话 打爷呀 打奶奶 说了 他有钱呢 一提这钱字 王肘子 来了精神了 当时跟打了鸡血一样 蹭一下 跳起来了 那我跟你去 好 这位也没出息 王妈也不敢愣 在前面引路 王肘子随后相跟 这就来在了内宅 等进来一瞧 小辣椒这态度 跟刚才稍微有点不同 手里头呢 捧着一个小包袱 王肘子还得先说话呀 先妻呀 听说你有钱了 那你就快快的召集于我吧 等我赶考得众回来 必定加倍的奉还呢 我这倒是有点钱 你就拿去用吧 把这小包裹刷拉一下 可就打开了 王肘子望里头一瞧 机灵钩 直冒凉气 怎么回事 一看包裹里头包的 不是银子 什么呢 是大铜钱 先妻呀 这这是多少钱呢 这个是大子三百个 那位说了 这大子三百个 这是多少钱呢 咱们给他换算一下 折合成现在的人民币 也就是三百块钱 嫌弃呀 我就拿着这三百个大钱 我去赶考去 人吃马胃 再加上报名费 笔墨直言的开销 未免有点捉襟见肘了吧 你嫌少啊 是是是 是少了一些 我就这么多钱 你要是不要吧 我这 说要是不要 我这 我要 要啊 王肘子一琢磨 我要说不要这三百个大钱 也没了 我就得要着饭 去考童生去 小辣椒可真够赶的 把手这么一抖就听 哗啦一声 这三百个大钱 给嚷出来了 就洒了一地 屋里头也有 是院里头也有 就这一下 旁边站的王马都一哆嗦 心说我们这小辣椒 这可是名副其实啊 哪有这么办事的 王肘子呢 心里头也一哆嗦 一琢磨 这钱我捡是不捡 不捡 那根本就没法考试 捡吧 又受了侮辱了 我还想给他来个马前泼水呢 人家先泼了 让我收 哎 一文钱 憋倒 英雄汉 我捡不 王肘子脑袋嗡嗡直响 蹲到地上 用左手撩着衣服筋 右手啊就一个一个的捡这个铜钱 有那个铜钱滚到了砖缩里头 他得到那拿手指头先抠 有一个铜钱滚到了小辣椒的脚底下 他得爬过去 把那脚往旁边扒拉扒拉 把那钱给抠出来 哎 就费这个劲 把300个老钱算是给捡全了 其实也不全 一共才299个 还有一个滚到耗子洞里头去了 那根本就找不着了 就惨到这种程度 王肘子兜着这小包钱 多里多梭 还得呀感恩呢 多谢先妻 多谢先妻呀 只要后曹牙 那是谢吗 那是恨 那位说了 蓝氏女小辣椒这么办事 这做的对吗 书中代言 他呀 错了 大错而特错 这个人呢 做仪式的夫妻不容易 不是有那么两句话吗 百年修得同传度 千年修得共枕眠 夫妻之间的感情 维护 你还维护不过来呢 不能够肆意的去破坏 人都是感情的动物 情感的伤害 那是最为致命的 咱们打个比方 夫妻之间的感情就好像是一块木头板 用这个豹子把它抱得很平整 用油漆刷的是赠名瓦量 你破坏它一回就仿佛在木头板上头给钉了个大钉子 以后即使把这钉子给拔下去 那个钉子眼你也是抹不平了 如果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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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盯上无数个大钉子 将来这块木头板必然是白孔千疮 你就是请来什么样高明的木匠 就是把鲁斑给扒了活了 也是难以修复啊 所以说话到舌尖留半句 是从礼上得让三分 您看这个蓝氏 对王轴子的侮辱 那是一而再再而三 可就过了分了 这也就为他后来的悲剧命运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闲言少叙 书归正文 小辣椒带着王妈 在家里头继续呕气 王轴子就没那个时间了 就得准备科考啊 带着三百个钱 打点好行囊 这就上了路了 这一路上 一个大钱恨不能把它掰碎了 掰成八半那么花 好容易到了以水县的县城了 找个电房得住下呀 就找那个大车店 最低档次的 睡一宿 要那么十个八个老钱的就行了 什么五星级饭店 什么高档的餐厅 那个跟王轴子一毛钱关系都没有 省吃俭用 进了考场了 简断结说吧 三场考试考下来 又等了两天 又等了两天要看榜 到这这么一瞧 没中 明落孙山 王轴子心里头是冰凉啊 哎呦 我还想给人家马前泼水呢 这回一回家就得让人家往我的脸上 泼油 王轴子明落孙山 万念俱灰 真连死的心都有 可是一琢磨 我别死了 留得青山寨 就不怕没柴少 我为什么没得中呢 就是一时的倒霉 就凭我的能力 凭我的努力 以后还能再考 我准能得中 那么现在怎么办呢 还得回家呀 不愿意回 也得回 一摸兜里头 一个老钱都没了 饭也没得吃 水也没得喝 就得这么熬着 往家里头奔 书说简短 这王轴子费了牛尽了 这才算 又回到自家的门手 抬头一看这门楼 心里头直翻个 这哪是门楼呀 这是鬼门关呢 往里头一卖布 全都是熟人 碰上小辣椒 怎么办 碰上王妈 怎么办 碰上那几个管家 我怎么办 人家只要一问我 说你得中没得中啊 考了第几名啊 我呀 就无言一对 就得丢人现眼 栽大跟头 可不往里头走 那也不行啊 无处投奔 我先瞧瞧的 这院里有人没人啊 他一看这门呢 虚掩着呢 顺门缝往里头一瞧啊 哎呦 还真是减便宜 这个时候正是中午 大概家里这些人都睡午觉去了 我呀 尿巴敲的我溜进去 别碰上人比什么都强 支妞一声 把大门轻轻的给推开了 高抬腿轻落足 进了门口 还是没人 到哪去呀 奔内宅吧 见小辣椒去 本来他不想去 可是不去不成啊 这要是不报个道 恐怕连晚饭都没着落 就得冻饿而死 哎 还是那句话 人在矮颜下 不得不低头 往里头溜达 到了内宅了 提鼻子一闻 什么味儿这么香啊 哎呀 大概其是炖羊肉吧 条件反射 饿成那样了 眼睛都发蓝 一闻见这个味儿 那能不留哈喇子吗 赶紧用手擦 注意 注意形象啊 要让小辣椒看见 又得奚落我 低头搭了 假的 倒在了房门前 一看这房门呢 开着呢 往里头一瞧 没人 空房子 再一看 八仙桌子上头 放着几个小菜 还摆着一大盘馒头 还有一盆汤 这是要吃饭呢 这是这香味从哪飘出来的呢 仔细的这么一瞧 哎 看见了 就在八仙桌子旁边 有个炭火炉 炭火炉上头 坐着个砂锅 砂锅里头 正在沸腾 这香味啊 油打里头飘出来的 这是炖羊肉 人是铁 饭是钢 一顿不吃 就饿得慌 这王轴子 饿了好几顿了 我甭讲那个斯文了 先把肚子填饱了 再说吧 他跟谁都没打招呼 就进了屋了 把这砂锅盖 给掀开 放到一边 拿眼睛望里头 一叮 真是有福之人 不用忙 无福之人 跑断肠 这一砂锅炖羊肉 这不给我预备的吗 他也是个急劲 上前把砂锅端起来 往这八仙桌子上 他就放 犯了计 有那么句话 叫做 砂不见木 木不见砂 就说这个沸腾的砂锅呀 你端起来之后 不能直接往桌子上头搁 第一 这桌面受不了 第二 这砂锅也扛不住 非得炸漏不可呀 王轴子 饿极眼了 管不了那么多了 什么生活常识啊 都给我玩去 砂锅往这一摆 这就开始要吃 一瞧 这桌子上头 怎么忘了割筷子了 甭管那个 我用手抓吧 手抓羊肉 这还有名呢 上前抓了一块羊肉 真烫手啊 手扛不住 赶紧往嘴里头扔 本扔嘴里头了 那手都扛不住 那嘴受得了吗 这下给烫的 嗷嗷的直叫唤 想吐了 又舍不得 怎么办 一瞪眼睛 往下就吞吧 好家伙 热死呼拉的 顺着食道 可就下去了 咱们现在呀 都有这个生活常识 吃东西不能太烫了 太烫了 容易把食道损伤 将来得这个食道癌 可是王轴子 顾不了那么多了 什么食道癌呀 爱什么癌 什么癌 什么癌 也比这个饿 他好癌 他刚把这块羊肉吞下去 冤家路窄是狭路相逢 有的门外 来了一位 谁呀 正是他那宝贝媳妇 蓝氏 蓝氏小辣椒 这小辣椒怎么回事 原来呀 他在家里头也正欧气呢 天天胸口 这堵个大哥的 吃也吃不下 睡也睡不着 这天中午 王妈把饭菜都准备好了 想让他进餐 可是小辣椒啊 王轴子 在那偷吃羊肉了 可把小辣椒给气坏了 双手一刹腰 先咳嗽了一声 啊哈 就这声 不算太高 可在王轴子耳边呢 就仿佛响起了一颗炸雷 把他给绷的 肝胆脾胃胃肾 仿佛全都裂开了 赶紧扭向回头这一瞧 小辣椒在门口站着 五官都挪移了 柳梅倒树是兴言冤翻 杀神附体一般 什么白骨精啊 蜘蛛精啊 蝎子精啊 女魔头啊 都没他下人 真是急了眼了 王轴子 你那是干什么呢 王生一听 这怎么回答呀 喂 我干什么呢 我在这儿偷东西吃呢 我就是做贼呢 怎么的 这叫什么呢 这就叫不讲理 你姓王的 吃着我的 喝着我的 你还跟我 哦气 我问你 这回进城去港考去 考中了吗 考中了第几名啊 哪壶不开 提那壶 就怕问这个 王轴子眼睛瞪的 比那砂锅都快大了 喂 我考中第几名 我没考上 我让人家给淘汰了 怎么的 这更不讲理了 小辣椒闻听此言 不由得一阵冷笑 王轴子 我早就看出来了 我嫁给你呀 就是柳条穿鱼 双瞎了眼了 你还读书 你还要考试 将来还想做官 你们家坟地 长那根耗子了吗 你看看 你那四棱子脑袋 就戴不了爷家的乌纱帽 你那穷棒子骨 就穿不了爷家的满东袍 你水蛇腰 系不了爷家的八宝袋 你八字脚 就登不了爷家的血川潮 咱们结婚的时候 不是要系组 不是要上坟吗 我到你们家祖坟呢 我看了 底下长着穷根子呢 那穷根子都八丈深 一穷都到了底了 你别说考这一回 你就再考一万回 你也考不上 你就是快窝弄叼着肺 你就是肺无点心 这话太扎人心了 别说王轴子 你就换成李轴子 那也受不了 当时脑筋蹦起多高了呀 你 你 你欺人太甚 你这就是逼我 你就逼我去死去呢 这话都说出来了 像那个小辣椒 你就退一步 忍一忍风平浪静 让三分海阔天空 就是下王打鱼 也不能下那绝乎王 小辣椒不懂那个 要怎么说短家教呢 当时眼睛瞪得更圆了 那火气更冲了 王轴子 你要死啊 这可是好事 姑奶奶 我举双手赞成 你得赶紧死啊 你要是不死 你就不是大老爷们 你就不是你妈生的 姑奶奶 我还得支持你 我给你找家伙去 您说这叫什么人呢 一转身走了 时间不大 真就把家伙给找来了 而且呀 还是三样 尖刀一把 卤水一碗 上吊的裤腰带一条 尤其是上吊这裤腰带 这最缺德了 这是小辣椒出嫁的时候 那龙凤群生 寄的那个子孙带 这子孙带呀 是大红仇子做成的 那意思 他嫁到老王家 要让老王家子孙满堂 得卯足了尽 给生孩子 这回可倒好 不是让人家子孙满堂了 想让人家断子绝孙 三样东西 啪啪啪 就往桌子上头一摆 王仇子 你自选吧 要想抹脖子 你就拿这口尖刀 要想服毒 你就喝这碗卤水 要想上吊啊 你就来这根裤腰带 让姑奶奶 我好好的开开眼 活这么大 我还没看过自杀的呢 今天呢 让我好好的开开心 王仇子气得 脑袋都快爆炸了 你真是逼我呀 到这份上 我也真就不能活了 但有一样 在我死之前 我首先得把你给搬了 呀 你还长能耐了 你怎么办姑奶奶 怎么办 怎么办 王仇子心说 怎么办 也不好办呢 左瞧瞧右看看 哎 瞧这个好东西 刚才炖羊肉那砂锅 在桌子上头放着 王仇子上去一把 连砂锅带羊肉 就给抄起来了 我呀 我要砸死你 一说这话 小辣椒不但没害怕 还乐了 哎哟 你要砸死我呀 这可太好了 姑奶奶活到这么大 没看过自杀的 也没让人家给砸死过 连一回都没有 今天呢 让我尝尝香 哎 姓王的往这来 哎 就往这来 一劲往前凑合 用手就指自己这脑门 这下可坏了 怎么呢 书中代言 这蓝氏小辣椒 犯了吵架的大忌 俗话说的好 人怕鼻翼是马怕骑 人到了气头上 应该呀 想方设法的化解怨气 不能够一个劲的望上鼓劲 比方说 俩人打架 一个抄起菜刀来了 本来就不想砍 也不敢砍 可这位呢 一个劲的 给他加油 给他鼓励 哎 你你你砍我 哎 不砍 你就怎么怎么怎么地 说不定呢 不想砍的 哎 也就砍了 造成了激情犯罪 挨砍的这位呢 这就是混蛋 哎 混蛋加三级 可以说 不是别人砍他 是他自己把自己给砍了 所以说吵架到了白热化的时候 不能够该出手时就出手 应该是该绕着走就绕着走 这叫情绪管控的能力 今天这小辣椒哎就犯了这个病了 生怕自己死的不痛快 把脑袋一个劲的往前地 哎 来来来来来 往这来 王轴子真急了 心说看起来今天想不出事 也得出事 干脆 我先把他砸死 然后我找地方自杀 落一片白茫茫大地 一蒸干净就得了 想到这他把砂锅就轮起来了 喊贺一声 小辣椒 你你就给我在这儿 带着火带着风带着仇恨带着激情 这砂锅 可就下来了 小辣椒啊 万没想到这王轴子长了骨头了 他想躲 那根本就来不及了 就听见呱叉一声 连砂锅带羊肉 都扣到小辣椒脑袋上 和尚带帽 把脑袋扣得溜延 连眼睛都看不着了 这砂锅砍的也够狠的 那血哗一下就下来了 还有羊肉块 羊排 羊肉汤 再加上血 吸了哗啦 就流了小辣椒一身呢 那他还站得住吗 咬一声 摔倒在地 就躺在了血泼之中 您看刚才这是激情 现在一看人倒了 王轴子也害怕了 坏了 真出了人命了 怎么办呢 我得走啊 我得找地方自杀去 一回声 他就把那条子孙带给抄起来了 我用这个玩意儿我上吊 这玩意儿啊 有纪念意义 刚抄起来 门口外来了人了 谁呀 正是王马 您琢磨琢磨 屋里头 乌娃喊叫这么热闹 那外人能听不着吗 王马啊 早就听着了 一琢磨不好 我得瞧瞧去 三步并坐两步 就往这头赶 到蒙瞅 可就看明白了 小辣椒在地下躺着呢 浑身都是血了 其实他也没看清楚 除了血 还有羊肉汤呢 混合液体 王马吓得 腿肚子都转筋了 但是毕竟姜是老的辣 经过风雨 见过世面 他往门口这一堵 那意思不让王轴子走 达爷呀 你啥人了 你可不能走啊 王轴子一琢磨 我不能走啊 不能走我也得走 我现在就得抓紧时间 我自杀去 我王轴子这一辈子 净受罪了 从小就受穷 父母双亡 念书费了那么大的功夫 结果还是名落孙山 连同生我都考不上 最后呢 就剩下死了 这个死 我必须得痛痛快快的 必须得享受一点 不能让你们给我扭送官府 又过堂 又上刑 我就受老鼻子罪了 我得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我自裁决 王轴子呀 就来到了门前 用手一推 你呀 给我闪开吧 毕竟是男人 胳膊粗力气大 把老太太 扑了到一边去了 蹬蹬蹬 倒退几步 哭通 坐到地上 王轴子是夺门而出 老太太可不干了 在地上坐着 还吵吵呢 来人呢 王轴子杀人了 杀人了 就这一嗓子 传出多远去 这是中午 家里头人呢 都睡觉的 其中有四个大管家 睡得正香 突然之间 就听外边吵吵 这四位从睡梦当中惊醒 怎么回事 怎么回事 说杀人了 快瞧瞧去 披上衣服 从屋里头就出来了 奔后宅 刚往后宅这么一走 就听撑一下 窜出去一位 出了大门就没影了 动作还真快 这四个管家都没看清楚 往后边一瞧呢 王马在地下坐着 再顺门口 往里头一看 小辣椒 地上躺着呢 满脑的是血 这 这怎么回事啊 王马可着急了 拿那个脚趾搓地 你们走啥呀 快追呀 王轴子 把大奶奶给啥了 这回 四个管家算听明白了 捉拿凶犯 别让他跑了 四个人 哇 一声 刀着屁股 可就追下来 王轴子在前面跑 心里头琢磨 这回呀 我得卯足了劲 从小我就喜欢 长跑运动 这回 算是用上了 这就叫 闲露智 忙露用 望下一扶身 跑的这个快 连兔子都是他孙子 四个大管家 也是玩命的追 可是咱们追 也追不上 到最后 上气不接下气 我说各位 老张 老李 老赵 停停停 追不上了 让他跑吧 咱们赶紧回去 救人去 四个人又往回走 得救王嘛 主要是救小辣椒 他们撤回去了 咱们不提 单说王轴子 这一口气 也不知道跑出多远 离开有人烟的地方 就来在了旷野荒郊 回头一听 追兵没上来 这才放点心 哭通一声 就坐地上 哎呀 要了我的命了 这回怎么整啊 逃了虎口 我去自惊 死 这是最后的一种享受 我得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哎 往前再挪一挪 站起身形 疲惫不堪 拖着这条子孙带 就往前走 走一山 又一山是山山不断 过一陵又一陵 陵陵相连 面前出现了一座涂鸦 得嘞 生有处死有地 我就在此处 归天 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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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